我的衣服只能跟背景融成一塊了 不見了 嗨 我之前有說過關於EAN的問答之類的東西 可能要等到什麼五問訂閱啊之類的再來做 但是今天 就是五萬個人subscribes 但是今天心血來潮想說回答幾個 最常被中文的問題 Are you ready? No 今天你可以用中文或英文 看你想要哪一個 好 試則用中文 好 試則 1 2 3 第一個 Where does EAN come from? Vancouver 但是我生在台灣 Yeah So he is 台灣人Canadian 再來第二個 Why you live in Japan? 工作 他在這裡工作 想要來研究電池 然後日本電池研究 挺厲害的 很多人問說為什麼EAN會這麼多語言 也沒有啊我只會英文 因為EAN在家裡大部分是講中文 然後可是在學校什麼就是講英文 到日本來就學日文 所以他會三個語言 喔你還會點台語 我還不會學 我不會說日文 At least you can talk You can communicate 很多時候我完全不知道人家在說什麼 我就說嗨 嗨 嗨 再來 一八二 Around 6 feet Around 6 feet 我們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身高 你最喜歡的朋友 我覺得喔 就是他對很多事情就很有熱情 他對於有興趣的東西 他眼睛會這樣 這樣發光 然後他很幼稚 但是很可愛 我覺得就是個性還蠻合的吧 就會感覺跟他在一起很開心 他雖然是獨身子 但是他沒有那種 媽寶的感覺 就是他還是算很獨立 真的喔 你對我喜歡什麼 很多 講不出來 如果你很喜歡一個東西 你就會把它做得很好 然後就會很用功的去做它 你的工作我覺得你也很 一生懶 剛剛是日文嗎 好像是很專心 Focus 好吧 然後很kind 不只對我很好 我的朋友也很好 對你自己的朋友也很好 你feeling很多 然後你會真的去做 被你的感覺動到去做很多東西 How do we meet? 嗯... Dating app 對 應該算Dating app 應該說 我們是因為一個Dating app 叫When coffee meets Spakle 然後呢 Coffee meets Spakle 不是When啊 這個完全沒用 有一次晚上我跟我朋友Monica跟Timothy 然後我們三個就是很好 所以我們一起去Bar 喝酒 Monica那時候就跟他 跟他男朋友也是在這個APP上面遇見的 然後就跟我講說 啊你們兩個不可以再這樣Antisocial 就是要去 你知道出去 又認識人 你知道然後我就覺得 啊你好煩啊 Just kidding Monica I love you I love you 反正就是他就幫我set up 然後幫我寫了 就是裡面所有的information這樣 然後我們就在Bar裡面就說 哇那我們終於要開始swipe了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照片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這個人怎麼長得這麼嚴熟 我也覺得 好像拿來看好像 我很快跳進來跟你們 就是稍微解釋一下 除了我覺得他長得很嚴熟之外 我就看了他的個人資料 發現我們同一個學校 年紀也相近 然後興趣也很相近 甚至我們還有很多個臉書 共同朋友 然後我就覺得更好奇 就是這人到底是誰呢 為什麼我會覺得他很眼熟 然後我就覺得 好吧 I have nothing to lose 然後我就swipe他 總之我記得他是我第一個swipe的人 你也只有swipe一個人 沒有 我有swipe 就是幾個人 但是 seriously talking to 只有你一個 我就想說他應該不是什麼 奇怪的人 反正就是我們兩個互相swipe了之後 就開始聊天啦 但是剛開始也沒有很認真的在聊吧 我們那時候 就兩個都很忙 我在工作 然後他在學校當GSI 因為我有用Tinder和Coffee Miss Bagel 但是我 I guess 不常真的去用它 嗯 後來是我們聊了聊 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去過一個叫 meet the bears的活動 然後他就說 yeah I was taking pictures 因為我是知道 是新生嘛 我就問他一些關於學校的東西 然後他就說 I'm not good at Mandarin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我中文不好 所以 有人來跟我說中文我就覺得 大概是我們認真第一次見面 對 是 但只是是因為app的關係 所以才聊到這個共同話題 你那時候是不是覺得說 喔 是因為好像已經見過我了 所以才說 那我就見面吧 這樣 對嗎 對 好 我幫大家整理一下 我們因為交友軟體 所以發現了彼此 然後覺得對方很眼熟 所以我們就swipe的對方 今天發現 欸其實我以前見過面呢 天啊也太巧了吧 所以我們就認定約出來見面 約出來見面之後發現 我以前在學校的tutor 現在是他的室友 然後你知道就 就swipe This is pretty much how we met 我們第一次date去哪裡 大家才 都忘記了 好囉 我們今天要開始吵架囉 Are you kidding me 不是movie嗎 不是movie Oakland Cara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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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超奇怪的 我們第一次 Fu和Caraoke 我們第一次約會是去吃Fu 然後再去唱Caraoke 超怪的就兩個人而已 你要不要先來唱 完了 差不多吧 謝謝Ian 他其實沒有到很習慣 就是把自己的東西share到Public的 你知道你在這樣很好笑嗎 我的頭髮跳起來了 希望今天有滿足了 掰掰 你推我的頭髮 如果你們喜歡這影片 請按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你們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這裡 我會見你們在下一個影片 拜拜 好吧 是你問的吧 是我問的 你都不記得 我有一個很大的 大喇叭? 中喇叭? 什麼? UFOAM是什麼? 就我那時候提的那個 就我那時候提的那個 我不知道欸 是你現在是外國嗎? 我完全沒有 有一個很大的